這幾個 pose 太尷尬了吧 突然吧 眼神傷 哇啊 這是什麼 這好像是在十個男生 哈囉大家好 我們從王兄弟 我是二雷 我是康康 不是 我是康康 為什麼奇怪 蹲地一下 我是哲哲 歡迎來到皇室兄弟開箱頻道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就是呢 我們登上了 17 Live Plus 的 5 月號封面人錄 耶 所以先自己到專訪嗎 就是自己宣傳一下 給大家知道 對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 雜誌到底是在裡面是寫什麼樣的內容 那我也可以問一下就是 裡面會包含什麼樣的內容呢 我剛剛偷偷看一下 其實裡面大概有八頁是多 八頁 每頁都有不同的照片 對 不同的照片 不同的主題 很值得來收藏一下 而且呢 在5月1號開始 在各大便利商店 以及各大書局上面 都可以買到實體 不過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這好像在上什麼專網節目 什麼東西 宣傳時間 有點小可惜的是 目前只有在台灣可以買到實體的書 那如果不是在西馬港澳地區的話 要怎麼購買呢 可能要看看能不能博客來 或是金市場的線上書局做領購 可以送到幣去 沒錯 可是不過就是海外訂購 上一次 應該有你的旅程 怎麼樣 就是一個月 還有三個月才拿到 他訂了三個月之後才拿到 對 他可能要稍微得了一下 沒錯沒錯 但是這本真的 大家有吃沒事去7-11都可以找一下好不好 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來稍稍的揭露一點裡面的內容 以及小寶的訪談一下 錄音在裡面的內容 我有剛剛說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很適合沒有 那這個雜誌是走時尚的內容 我覺得它比較偏村莊的那種 時尚感 對 時尚春莊感 他怎麼會突然想要走時尚的 怎麼突然想要走時尚 其實我自己本來就對 時尚穿搭 潮流什麼都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格格有個優點 我有個優點 就是他很多 多個 就是他有很多服裝 就是我穿上去很厭格的 可是他卻可以穿上去之後 大概在幾秒內就駕馭他 我覺得不要排斥任何的東西 對 他會去融露他 我真的覺得蠻厲害 你說Hello Kitty的部分嗎 你看Hello Kitty他也駕馭得了啦 好啦 這些都是送給你的禮物 然後 什麼東西 那據我所知就是在拍攝這個雜誌之前 其實哲哲有他 有跟他朋友去逛過 比如說精品的地方 去練習過一些 怎麼樣去念他 像這樣子的部分 對 我是在這之前呢 我就想說 我看了超多雜誌 記事本吧 然後說是不是應該實地練習一下 所以請朋友帶我去 可能一些精品店逛一逛 然後看看 增加自己的一些見聞 所以公眾室有一堆雜誌 你每天走在看三分 超多 做功課做功課 因為他會把我當他的實驗品 然後他上面說 欸這個很好看耶 然後之後他就會去吸收 我覺得他現在很厲害的是 他很會幫我搭衣服 所以他就會想說 欸你這個搭這個看看 你這個搭這個看看 這樣所以我就很像芭比娃娃 內褲之類的 那最近也是疫情期間啊 除了在家就可以看雜誌之外 你們用什麼在家最常做的事情 運動中心嘛 其實現在已經管得蠻嚴格了 就我也買那個 一家店 所以在家做運動 啊 所以在家是看雜誌做運動 其實真的 就這樣 還有什麼很多功課要做啊 像練音樂 練舞 可能我們整天忙完的時候 攝影時間那麼一點點 然後半夜的時候會抽空玩一下下來 都玩那麼一場 可是你們就一整天下來 你看你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運動 比如說看雜誌是提升自己 運動也是對於自己的身體 然後再來就是練習工作 到最後休息就二十分鐘 而且拜託這場贏好不好 拜託 我會抱著奧迫去睡覺 像這個雜誌它就有提到 像你們的行程都是很滿很滿很滿 這麼遠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秘密媽媽五顏六色 它原本是白色的一片 對我們不只是七彩喔 告訴你 我們還有棕色灰色 就它其實裡面有附好幾個顏色 已經用完了 那就像是哲哲平常會喜歡時尚的東西 那你平常會買一些精品類的東西嗎 譬如說買你們兩個之類的 沒有 其實我覺得 一些單品吧 我看到真的覺得是 一定要買下來 不然很可惜 因為單品類的東西還有鞋子啊 它其實可以穿滿久的 真的很喜歡一些實用會用到的東西 對 可是我物性蠻低的耶 清心寡愈 我真的好無聊的東西 除了甜點之外其他都還好 除了甜點 甜點很捨得花呢 對你而言它的CP值是很高的啦 你看譬如說買一個馬卡龍 然後裡面有10顆 可是我可以吃一個禮拜 可能一整天工作下來 最幸福的時刻就是那一個甜點 就是那個甜點 真的 放鬆的感覺 大家會知道好像兄弟有一個slogan 叫做一個有溫度的人 是 這個是你想到的嗎 我有去回溯 但有可能在我PO這篇文之前 我就一直以這個為座友名 因為我那時候PO的時候 在2016年的時候 追溯到很久耶 甚至是我連做YouTube頻道之前 我就在我的Instagram上面PO過這句話 等於說有可能在我PO文更之前 我就以這句話為座友名 看到類似的話 就可能說 有笑容的 熱度 有笑容 或者是說 熱情的人 一個人必要保持的溫度 但是 我們會從人生的歷練 從小到大 然後把一些看到的東西 那你所謂的溫度是什麼意思呢 就我覺得我在 跟人家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我有一點做得蠻好的 就是我覺得人家不會覺得我有敵意 在所有人面前 我看起來都是很無害的 就我給人家是一種 平易進人 然後就是給你是 很有感覺的 重複的感覺 蛤 對吧 而且今天溫度還不只是對人 我覺得是對事對舞都要 都用 譬如說我們今天做這件事 我要保持有溫度 所謂溫度就是 我要有熱情 然後持之以恆的態度 我覺得我們會一直把它演 把這句話衍生下去 對把它做得核心 那再來這個雜誌裡面 其實有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部分 互相給對方的關鍵字 各給對方三個 裡面有三個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來看看 我們在裡面是互相想啊 那我們幫他想 幫他想 幫他想 給我嗎 給我三個關鍵字嗎 還是你們各想一個就好 三個配套 好 想一想喔 美麗聖結弓箭 其實我們當初想一想很久 對我們剛剛想很久 真的靜止 我有一個詞了 你要嗎 你說 我先講嗎 你先講啊 不然呢 你要等我一起想嗎 對 你知道這樣 憑下別人的感覺 壓力很大 我想到了 因為我們兩個憑下 彼此還好 我們都認識那麼久了 那你先講 我先講 我覺得精緻 精緻 那就是可能拍片 像我們兩個有時候會 比較生活化 對 真的比較生活化 那看到就會先 注意自己的人 可能臉上一些小細節 會偏把自己用的比較 完美 精緻的狀態 才拍片 可以上像的這樣子啊 我有時候會覺得我 我是應該幾個人在拍 因為早上有時候只是 沖臉你知道嗎 那我了 那我了 好 他有一個詞是 執著 我覺得他對於事情 會有一定的執著 跟堅持 例如我們剛剛可能 丟一個主題給他 他就會很執著 一直去想 然後一直去想說 那有沒有可以這樣做 有沒有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對 他是可以用一種 認真的講法 所以其實以上兩個是 其實很符合 就是我們團隊的核心 溫度 這件事 這就是溫度 所以我們團隊是一個 很火熱的團隊 好 再來就是 雜誌就是會擺一些 一些很帥氣的pose 沒錯 那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 哲哲比較會擺 讓我也比較稍微便扭一點 你可能是因為 哲哲看的雜誌比較多 那可以在鏡頭前面 就隨機擺幾個 幾個pose 哇 天啊 眼神殺 從擋住之後 下一個馬上開始 太難了吧 你準備好了嗎 3 2 1 哇啊 這是什麼 頭髮後面痛痛 檯面檯亮 有點亮 沒有褲子 沒有刮 現在而已 哪邊痛痛的 碰一下 是不是 就是會跟隨著你的肢體 然後慢慢的流動出去 它開設是一個流動的方式 它不是定的 你要像慢動作一樣 那我以為呢 我一開始都會很害羞 然後很便宜 對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引導 就是有努力努力 對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這種 關於時尚的東西的話 其實哲哲它有一個 哲哲日常的頻道 對 裡面就是包含這些時尚的東西 對 就是還在 我們還在 在琢磨說 影片到底要怎麼呈現 就是慢慢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最後其實我們今天 準備了 五本 要送給大家啦 這五本 我們再 這五本還會再 更特別一點 就是我們會 簽一下你 沒錯 那又怎麼樣拿到 這五本特別的雜誌呢 我們將會抽獎留言 只要你留言 我超想要 黃中立的雜誌 超想要我這邊練 的雜誌 並且留下你的email 記得呢 小老鼠也直接打中文的小老鼠 或論是雅虎的信箱 打雅 打奇摩 那論是Google的信箱 打谷歌喔 那就可以參加抽獎啦 然後還有 分享之不贏 可以按一下like 最重要的 記得分享 訂閱 那這邊有一個貼心小提琴 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今天有買到雜誌的話 或是你有抽到我們的雜誌 不要把內頁拍出來 PO到網路上面喔 你可以PO封面的部分 並且tag我們喔 對 脫...脫...水 衣服脫水 好 那後面喜歡看這種道 記得 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頻道 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G Facebook跟IG 你還好 好 然後那黃師弟 康康姊姊 下次見 掰掰 天啊 我腿毛也太清楚了 OK嗎 你應該拍攝今天掛一下吧 有什麼問題嗎 欸 你好 對啊 等一下 你知道穿多少個布料 我以前本來就長槍掉嘎了 我以前本來就長槍掉嘎了